马拉松这给余文文盲的边跑边和路人合影互动机场直播 还有这突如其来的土味情话 现在是几点吗 现在是七八点 不对 现在是你和我幸福的几点 好了 你想让我好好跑完 我心脏飘太快了 今天先马拉松好多明信呀 那我们想问问您对自己的一些要求特别有执念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自律的一种感受呢 首先我觉得作为歌手也好演员也好 特别是今年还在筹备给昌慧嘛 特别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表现在大家面前 因为今天昌慧也是一个特别消耗铁力的事情 当然它这次也是特别感谢苏胡还有Charles 能够邀请我来到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地方 然后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西安有很多不解之缘 之前也在这儿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拍摄了一部戏 春联全球的征集 春联 太好了 很有年味 所以 哈喽 喂然 哈喽 哈喽 喂然 哈喽 文老师有来吃西安的美食吗 我炒完我就吃 你觉得我好吃钱我感情吗 都会成语的干吗 打算吃那个编编面之类的碳水吗 不敢 还是很注意 好嘞 我昨天晚上输了夜 看是什么夜 想我的夜 想我的夜 我再想一遍 我再想一遍 你再遍到我 好的好的 我知道你会很多乐器对不对 难怪你能反复的撩拨我的心弦 好 哇 好 好 好